各位亲爱的学员们 欢迎大家来到明真太学院第三季 这一季我们将邀请学员们进行四次两天一夜的学院生活 在每一个两天一夜的日子里 学员们将同吃同住一起玩耍 当然他们还要进行熟悉的No.1比拼 经典游戏升级回归 户外挑战一触即发 当期No.1将获得金条 还将成为明星大侦探第六季的前线侦探 打卡暗发现场和侦探们零距离对话 上一期小哥哥们迎来了愉快的返校日 分房选室友 选队长分场短队 紧张激烈又快乐满满 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两天一夜的学院生活 才刚刚开始 短队 文涛 习思军 回心 唐队的唐恩琪 石凯 唐九州 比拼 他们马上要前往学院基地进行致力比拼 本季的第一个No.1 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明知难学院基地进行致力比拼 明知难学院基地进行致力比拼 明知难学院要做就做No.1 欢迎大家来到明星大侦探会员节目意志成长竞技秀明知难学院第三季 我是你们的助教邵明明 学生们好久不见是不是很想念你们的帅气学长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有请我们的No.1闪亮登场 别害怕成长 就算跌倒不受伤 有朋友在你身旁 谁都会迷茫 你是你 因为你在我心上 一起去飞翔 其实有我就不会无处安放 一起去分享 梦想天让你无法尝笑 欢迎大家来到明知难学院第三季 哇 聪明帅气全都有 今天 看你有没有 行 今天学院你走秀 好 好 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新的衣服 你们有看到了吗 新的校服 紫色的黄色的 好看 他们代表如是长队和短队 字号好看 好那我们新学习新技巧要不要跟大家再打一次招呼好不好 阿浦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蒲一星 哎 好 大家好我是小区徐思军 欢迎小区 大家好我是文涛 谢谢 今天是阿浦和小区第一次同队是不是 不错 非常隆重 就从来没有通过队的人 那今天为什么同队呢 难道是 天意 缘分 天要变 天要变了 天已经变了 好那我们短队的朋友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看一下长队 我们由石凯那边开始吧 好大家好 好啊这里是长队石凯长队长长队强长队我这里是对方一样 哈哈哈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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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话不多也不少一切都刚刚好第三季刚刚好的糖酒 呀 呀呀呀 呀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新朋友我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藏琪然后是新来的学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欢迎 和他们竞争刚一下就当成了队长是不是 运气运气真的是正巧 然后其实玩二两局发现大家真的 真的非常聪明 我以为说真的非常一般 对啊 哈哈哈 也就那样吧 小伟一发挥就是个队长 走走走 觉得有点谦虚了啊 对 好 今天我们不仅有新朋友 还有我们的新场景 这一次我们的舞台 长大了 哈 变高了 我们的棋盘格 他站起来了 哇 画虎 酷 我们的南波二游戏 也会全面升级 哇 有有有 有有有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一期 No.1的游戏规则 六位玩家事先分为长队短队 两队均从起点出发 并轮流投制骰子决定前进步数 若前进至logo格则触发挑战 挑战胜利即可留在资格 否则退回制骰子前的位置 棋盘上拼21格为赛点 本次的赛点游戏为全新游戏 开到你了 停留或经过赛点都将触发挑战 若赛点挑战失败 则依次退回制骰子前位置 若赛点挑战成功 则此队全员晋级 另一队全员淘汰 晋级队伍将由团队战变为个人战 进行游戏商业独角兽 赢得游戏的玩家 成为本期的No.1 本期的No.1可以获得一根金条 另外还可以成为 明星大侦探第六季 明星大侦探俱乐部的前线侦探 新的一项 我们还是想听一下队长们 放放狠话 好吧 来吧 别看你今天长得好看 我们要你 我怎么说来着 我们要你好看 我们要你好看 短队结一下版权费可不可燃 这梗都两年了还在玩 哎你们六个人都很好看 但是不是因为你们长得好看 是因为我今天要你们好看 其实吧我觉得就很简单 一顺强一顺长 所以既然我们都已经长队了 现在就要比短队强很多 就是这样 哇哦 啊 你来 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岗 哎呦我厉害了 好 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了 请长短队的队长 出来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开启第三季的第一次扔骰子 这个5 哎哎 好算算算算算 1 1 1 常队派出的是谁队长 安什先体验一下吧 先体验一下 尝试一下 看看你这一季的运势了 对对对 定下机调 看看九州的影响力 一二三 来个一 好家伙 三个也挺好的 来 开始游戏了 大屏幕开始滚动 停 脑力转体游戏规则 玩家要使用限定步数 将棋子从指定位置 滚动到终点 三分钟内 解开两个体板中的任意一个 极为挑战成功 其次每翻转90度为一步 可来回翻转 那我们队长派出的是自己 还是你的队员呢 九州 我来吧 你来呗 三二一 计时开始 九州你要看一下我这个吗 只有一个挑战的队员 其他的队员可以看 但是不能帮助九州 但九州是要从空格去到全力去啊 九州需要在七步内完成挑战 一二三四 验证 好 你确定现在验证是不是 验证 好 来 我们看一下你的验证过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哇 哇 恭喜长队挑战成功 成功的留在 子哥 我好久身上腺素没有表这么高了 哈哈哈 你们这边的人 有什么感觉看到这个游戏 全新的游戏 感觉应该会不止一种结法 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怎么来呀 厉害 天呐 学霸你们 接下来要摇骰子的是短队 对不对 那短队你们派出这次的代表是 柳柳 我来吧 触发 几 是五 短队触发了你们的游戏 停 答非所问3.0 游戏规则 两队轮流向对方提问 被提问者需回答 与问题完全无关的答案 提问时 玩家需明确喊出 被提问者的姓名 若游戏过程中 玩家说出相同的问题 和答案就被淘汰 最终留下的玩家 所在的队伍获胜 那我们由文涛开始提问了 谈我之后你在干嘛 凤春水 齐子军你现在吃饭了吗 绿色 唐九州那是不是绿色 红色 没有吗 被提问者需回答 与问题完全无关的答案 唐九州淘汰 我脑子不好 我先歇会 来我们继续 文涛你今天化妆了吗 上班 施凯你在干嘛 肚子 文涛你今天吃的很好吃吗 衣服 恩齐你明天要干嘛 鞋子 文涛你的衣服什么颜色 齐子军 那个恩齐你 太久了吧 你开心吗 好 文涛 时间太长了 你什么你啊 被淘汰了 来我们游戏继续 恩齐你玩过这个游戏吗 你瞧 阿浦 你头发是什么样的 猪猪怪 恩齐你喜欢吃东西吗 眼镜 阿浦 你你的耳朵好像有点大 你那种对的那是陈述剧吧 对 哦 我说了一个物品 曹恩齐被淘汰 现在长队还有个独苗 石凯 能不能一比二 看你的了 来三二一 游戏继续 小琪你能轻松点吗 八百标兵 凯凯今天开心吗 no no 哈哈 哈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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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想呢 不是那个 许远心态崩了 刚才 用眼可见的心态崩了 好 那这一次短队 成功的停留在 我们的第六格 来我们的长队 继续制闪子 九州你来吧 我来吗 我觉得你会打破这个魔咒的 我先来吧 三二一 开始 天要变了 唐一周要站起来了 跟着唐六周了 真不一样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格是第九格 三二一条 寻机头三点零 游戏规则 游戏开始前 两队需先为对方出体 将屏幕上给出的三种飞机 放置在对方的体板上 游戏开始后 两队轮流出战 每轮次可揭开一个格子 率先找齐三个红色机头的队伍 获胜 三分钟到计时 这样或者这样 我觉得都是 我我外吧 我觉得这样的那个什么 会更混淆 你确定可以的吗 水 我觉得就是我们尽量要减少 控的位置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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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就我想我想我因为我想把这两块拼 你明白 那这个是厉害 我觉得可以 我现在看这个都有点晕机了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剪刀 石头 布 那我们现在由短队的文涛率先 翻开第一个格子 这个同意吧 同意 来 好是蓝色 随便翻面 先随便翻一个 随便翻面 然后再看 对 也是蓝色 还这么开心 这个什么 我给你这是红的 真的假的 那就撕 那也撕 对一下好样的 是蓝色 也是蓝色 是一张蓝色 蓝色 继续死 我也 也好 哎呀不不不 我看这个表情 真的是 文涛现在的演技 真的疯神 我就来吧 我觉得 你决定就来 我决定就来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长队的曹恩奇 先看了一张白色 好来 短队选择的是这张 我们打开的是白色 我们还是要 确定大概范围 大家就完全不去拍机型 就是看区域 白色 一剧多了以后 白色的我觉得更好 对 白色更好算一些 在前期去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这次整个选择的时候 要更加大胆 它只有到中后期 你有足够足够多的蓝色方块 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大概可以判断方向 白色长队这次也是白色 走一个这个吧 是一张白色卡片 一张蓝色牌 蓝色的 是一个白色的 我们看一下 短队 所以我想是这个 我觉得它是个蓝的 如果这是蓝的话 它是不是蓝的都能帮助我们 定义这边的位置 好 对吧 好 短队翻出了一个蓝色 蓝色 要不我们继续从外面探索 我觉得就是那个 你想到其他可能性吗 没什么可能性 我感觉 不是它完全有可能倒着来 这个是鸡尾 集团在上的 你看这个 他们的策略是拼在一起 所以他绝对不会把那个鸡尾 给浪费掉 在这 那就翻这个 那这个 假设是撕刷是白的 那就按你说的红的表面 我们看一下这次是白色 这个吗 对 确认吗 蓝色 是这个吧 白色卡片 咱们说这个是红色 那这个就是第二架飞机 对吧 咱们说这个是红色 那这个就是第二架飞机 这个是 左下角那个飞机的头 好 左下角飞机的头 那不行 那这个呢 左 我满足满足 吃满足的 吃满足的 尝试一下 红色 航队率先得到了一个鸡头 我先这一个红色的鸡头 给了短队一点点压力 那不然就是 这个是鸡头 这样 对 没有其他鸡头 好 快一下班 好短队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好 我们看短队这次是红色的 如果这个是鸡头 那就是往这边是吧 这边是 我觉得那 那这个飞机怎么算呢 这个是小尔加飞机 飞机位吧 哦 可以啊 我觉得是 是有这种几率的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蓝色 很有损失 我觉得可以 去短队也选好了 哇 也是一个蓝色 长队继续 我喜欢这个速度 赤凯这次是蓝色 走 蓝色 三步之内 结束游戏 你们两步 两步 你们两步之内 可以结束这个游戏吗 因为这个满足的可能性很大 可以可以 试一下吧 来吧 就这个吧 白色 刚刚 信心满满的阿普选择的是 红色 恭喜短队 两步没赢自动认输 我也是真正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然后我还是挺有压力的 哪个 哪个 是否呢 这个吗 这个满足哪个 三号飞机 哦 也可以也可以 非常有可能 好 现在长队是白色 短队是否可以创造奇迹 我没试错吧 数一下 你就数一下 我们看一下 恭喜短队 三步之内 结束游戏 在这一轮 获得了 成功 获得了游戏挑战胜利 你们怎么算出来的 分享一下刚刚这轮游戏的心得好不好 对 因为我们设计的思路就是 怎么样让大家不容易找到机型的规律 就是把三个不同面形状的机型插到一块 尽量让中间那一块蓝色的全都密密麻烦布在一起 这样也没有办法根据蓝的去判断那个红色巨头在哪 我们认为对方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所以觉得标志现在很中间那一部分 就是那样 因为中间的部分一定是一大片蓝的 对 所以就是想从外面要绕圈 找到一些蓝的或者关键的那些更容易去定义这个机头的位置 我们判断的对方是把那个仅仅能插在一起 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唯独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才有可能这儿容纳下一个飞机 所以撕了这个出来了 所以按照这个连着的规律的话 这一排都五个 然后在这加上这两个 就正好跟这个能插在一块 所以试了这个 这个出来了 然后我们判断最后一个机型是一个这样斜着的 然后我们那个机尾又是一个这种形状的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才能就是卡得很紧 所以觉得如果说我们我们会这么设计 所以就撕了这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非常棒了 刚刚触发游戏的是我们的长队 所以说长队要退回去六格 心痛啊 好 接下来有短队来投掷骰子 Let's do it 是二 第八格 卡在中间的 还可以 还可以 不远 不远 凯珊加油 我要过几 来六倍就 来六倍 来个五也行 五六都可以 看这群人飘的呀 我的天呐 不稳一点 去 三 长队触发了我们的游戏的游戏屏幕就要滚动了 来 反正出吧 不要 汉字的秘密3.0 现场有生母和偏旁两种体板 每种体板分别有两字三字和四字语 一名玩家看体板主词 一名玩家佩戴耳机喊词传递 另一名玩家佩戴耳机猜词 在270秒内成功猜出四个词语即为挑战成功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汉字的秘密3.0的游戏道具已经上好了 好 你们三个人可以先分配一下各自的位置 我是喊词的 我主词 唐九州主词 藏起喊词 那池凯就是猜词的人 那我们先把位置做好 好 我们现在由短队来位长队的这次游戏的耳机 确认它的音量是否通过你们的要求 OK的 我这个OK的 这大一点点吧 说最轻的话办最肯的事 来 倒计时270秒 3 2 1 计时 开始 哇 准比技术 好 唐九州已经写好了第一个词 想念 狼狗 想念 羊羊 想念 veut 想念 小 foam 想念 小 念 想 想念 好 这得选择换词 哈哈哈哈 走招走招换换换这个 这个绝对算不出了 慢人 犯神 慢人 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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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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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可以换吗 不可以 恩喜要崩溃 恩喜再崩溃点 打扰打扰 打狗 四个字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打扰打扰 打狗打狗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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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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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上次听我疑惑的时候也是露出这个样子 裂开了裂开了 打 扰 打 扰 好时间还有两分钟 double double ok 忐忑 上 啊不 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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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忐忑 哈哈哈哈 哈哈 忐忑 忐忑 忒忑 忐忑 忑忑 忐忑 忐忑 起 Lis 高 忐忑 九招 想念 换想念还是 简单 想念 时间还有一分钟 想念 厉害 咱俩应该换 什么 想念 一二 两个 两个 想念 后悔当初没学声乐 学的是钢琴 哇 哇 多说一点 两个 两个 目前猜出的词语是零个 倒计时还有最后的20秒 九招九招换吧 换吧换 三个 5 10 5 我对不起你 你刚刚让我看到了就两个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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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第一次这么大事太绝望了 我真太烈烈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还没听到 都出汗了 我太热了 这个戏的感受怎么样 我一开始来这个游戏心理压力很大的 因为我特别怕我组的词就功不应求 我第一次看恩习的表情这么纠结 恩习真的我心脏都疼了刚刚 非常精彩 常队的游戏挑战失败 不过大家辛苦了 来常队回到刚刚的位置 游戏继续来看一下短队这次 好 派出文涛 是3 是到第11格 是2 第5格 三三来车 是6 是第17格 是3 是第8格 短队这边是3 是第20格 有6 石凯是1 哇真不错 又又又 你游戏在等着你 这一次触发的游戏会是什么 屏幕开始滚动 再来一题 3的三次方 我们队长最擅长的游戏 我们跑拿下 5步之内不赢自动认输 放轩松吧 好我们看一下 3的三次方的游戏规则 在三乘三乘三的立体空间中 双方轮流将棋子放入立体空间内 正中心的白色球不属于任何一方 率先将几方棋子再纵横斜 正义方向连成三子的一方 获胜 好有人说是5步之内让他们心服口服 好现在请双方 石头剪刀布决定先后手来 石头剪刀布 好那我们就游 好长队开始 我就放 同家 不不不要 双方 好 好 好 长队已经把他们的蓝色的球 放在左下角的第一层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短队要放到最中间的最下面 好我的白色的球要放在他的上面了 好 好现在由长队选择你们要摆放的位置 你觉得吗 你们俩觉得 先想一下 很痛 不行 这样压力太大了 问他好像是山脉在我眼前 不是 5步之内 必分胜负 但不一定是我们赢 你是在给我们心里安慰吗 想一想 好我们看一下长队 我就哪个 我觉得就像哪个 不是 咱们这块可能都没必要放了 对 咱们肯定一定放 假如我放这 他就放这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就放 我们就 我们就放那 能放那 放那 对不对 那他就要放这 他放这 我们就要放这 其实还有一种 我放这 他就只能再放这 对 你懂我意思吗 他如果只能放这的话 这个中间是白的 就不可能成了一个鞋的 可能会连这两排 因为这两排 你他如果放在这了 他其实这个卡中间和卡 最底下就会 那他放这了 哦 等一下 想要想一下 5 4 3 你懂意思吧 因为他中间 他也是没法那个 好 我们看一下 藏琪已经决定了 把他放在 左下角的第二层 你看我们就雷力风行 根本不 少尼继续想 长队已经把球拿到了 手心感觉 胸有成绩的一样 不 不 不要放在这 放这 如果我们放这的话 他会先堵这 如果他再往放这 他就赢了 对对对 而且 他如果这个点和 这个点 就是现在这两个点 他就赢了 我们就肯定堵那个 我暂时想是放这块 对 放这是肯定不行 好 藏琪已经把它决定放在了 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这个速度我好喜欢 来短队继续 五步之内怎么样 对 还有两步 好 短队的文汤 把它的黄色的球 这次会放在哪里呢 好 放在了第一排 来 来 长队 赢了呀 放放这儿啊 放这儿 他要是堵这儿的话 我们再往上面加一个 他要是堵 他放这儿的话 他会堵这儿 他会堵这儿 然后 我们再往上面放个赢了 就你来你 啊 没消息 看 看 短队继续选择你们要摆放的位置 可以 先手优势啊 先手优势 重新来一下 重新录一下行吗 求求你们了 没个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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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短队游戏获胜 让长队这边要返回到刚刚的位置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 长队线在第八格 短队线在第二十格 哎呀 涛涛很关键啊 一定要咬一个好的数字出来啊 涛涛 到我发挥的时候了 真的真的 哎呦 真的啊 触发赛点游戏 看我最终了 这个骰子的结果是多少 球球了 十二 直接进入到了赛点 谢谢 现在短队触发了你们的赛点游戏 猜到你了 我们看一下游戏规则 场上共有二十六张卡牌 包括数字0到11的十二张蓝色卡牌 十二张黄色卡牌 以及一蓝一黄两张万能卡 万能卡可做同色的任意数据使用 准备阶段 每人选择四张卡牌 作为自己的初始手牌 卡牌摆放规则如下 卡牌按照数字从左到右 依次递增的规则摆放 右边的数字是最大的卡牌 当数字相同时 蓝色卡牌摆放在黄色卡牌的左侧 即在相同数字出现时 蓝色数字小于黄色数字 万能卡可放在任意位置 游戏开始 玩家从卡池中抽取一张卡牌后 选择一张对方的卡牌 猜测其数字 如果猜测正确 玩家可以继续猜测 或者结束本轮次 如果猜测错误 则需按照规则摆放卡牌后 将卡牌放倒 率先猜出对方全部卡牌者获胜 来我们游戏正式开始 来双方先选出四张卡牌 作为自己的初始卡牌 跳跳跳 石头剪刀布 好牛文涛胜出 耶耶耶 文涛决定谁先出 他们才 好 你们先来 我们先猜篮篮子 因为黄的 我们手里有小的黄牌 对 拆对了一张那三张就都知道了 蓝色牌 他们就天鹏开局 呃那个 从右边数第一张蓝色牌是蓝五 是蓝五吗 不是 好不是 好那你把你们的牌 亮出来 是一个黄铃 零 好看一下 那你把你们的牌 是一个黄铃 好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短队这边 黄铃也太不 我我 对啊 可以 好 你们现在要猜一张 长队的卡牌 好无信心 是 啊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蓝铃 但是可能是个蓝铃王 不好笑 对不起 哈哈哈 还没还没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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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们放中央那个黄色 会不会是一个蓝铃 好想猜一把 别别别别 先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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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假设那个黄铃是蓝铃 它制服也放在那 是因为它 右边那两个很特别大 然后那边那个很小 你真要赌那些蓝铃 我看了一下 看我这个速度 因为现在完全没有速度 那你别猜那些 那就你来 你觉得那测度不慢 没关系 老七有一个思路 老七有一个思路 有一个 然后三土之内 雪滴降手 哈哈 老七有一个 一击必重的 那个 你吃吧 有他 中间那个 从右手变得第二黄色 我猜对了是黄色 哇 黄色万能牌 你们这张是黄色万能牌吗 感觉不是 危急 不行 别装了 你这演技不太行 不是 哈哈 哈哈 哎呦 这个哥往哪放呀 那张牌 哎等一下 你们在往哪放 什么叫往哪放啊 你管我 他们有万能牌 这是放 这是不好猜 就爱你的爱你的了 爱你的了 你觉得呢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一点 哎呦 黄色的四 长盾获取一张牌 我选一张 哦凯克选吧 不行 都可以 无所谓凯克手进 买进了一手 我没买进了 没买进了 那你手 我摸不得 怎么您是老虎的屁股对不对 哈哈 好 当然我们现在一点事去的 他马上要再倒一张牌 呃 黄色第一张是 一荒衣 猜对了 哇哦 哇哦 猜对了 要继续猜呢 等一下 我们不继续猜 肯定不继续猜 快一点啊 那我们不猜了 先不猜了 先不猜了 好 那现在轮到短队 那个 就是那个 现在要猜一张 最 长队的 离我们最远的那张牌 应该是 蓝二 是蓝二吗 好 是的 要继续猜还是停止猜牌 他可能是蓝三 对 啊 我们不猜了 哈哈哈 那我们看一下成队 现在要猜一下对面 短队的卡牌 啊我运气很好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可以 很赞 很赞很赞 很赞 哎呦万能牌吗 你暗示的有点明显 不不不 这两张我都已经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猜呢 嗯因为 嗯 嗯对他们给他们一点面子 呃 蓝三 一和四 对 蓝三 需要继续猜还是停止猜牌 继续猜 继续猜啊 那个 等一下 对对 四八倍那个是蓝色万能 我觉得 这个狗往哪放呀 他们有万能牌 嗯 应该是蓝色万能 四万能那个 从右手数这张蓝色万能牌 是不是 万能 就能猜出了 你太明显了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是吧 那你不是的话你就说呗 不是 不是啊 啊 啊哈哈 什么车啊 短队 获取一张新的卡牌 最远的那个 我给你拿 哈哈 这个太厉害了 要不然我们就 黄色的花 现在你们有结果了吗 那个那个 最左边那个 他们最左边那个黄色 这一张 对 不错 黄色 黄五 你们是黄五吗 不是 不太是 不是 好 那就是那就是猜了 那那张牌是蓝七 并 不是 不是 好 搞牌 那要不还是先把蓝猜出来 然后接着猜 好 蓝的 蓝六 好 继续猜 那个左边那个黄的 那鹤蓝鸡群的那张黄牌 是黄鸡 一定是 黄掉 不太是 哎呀 黄十一 蓝蓝八 第一张蓝八 这张吗 这张吗 先他 哦 黄五 黄五 二张 黄五 这一张 不错 黄色 黄五 我们是黄五吗 不是 不是黄五猜过了 德哥 对 我第一下猜的黄五 黄二 黄二 这张猜算是黄二 不错 他只能是黄二 对猜对了 猜对了 是继续猜还是停止猜牌 我想想 六 哎一口气把人拿着猜拳 那个十一是蓝色 对 蓝色一 然后 是 那就是那个十 多 那个 七 就是最右边的 不对 好 黄八 这一张 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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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是蓝九吗 这张是蓝九吗 他巴在这 哎 等一下 那我们拉了哪个 哎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蓝五 没猜过蓝五 蓝五 蓝五 确定蓝五 好 旁边那张蓝色腕呢 确定吗 确定 倒派 我们是不是没有猜蓝八 那就那就黄六吧 右手边的第一张 这张是不是 嗯 黄色的六号 确定吗 好这张是黄色的六 你们是继续猜 还是停止猜牌 就赌他说万能牌还是行 我觉得是十 黄石 这张是黄色的十吗 黄石 不是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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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哦 哦 蓝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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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张 蓝色八 那一张呢是 我们一起吧 我们一起吧 好 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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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不好意思 这张是蓝石吗 对这张是蓝石 对对对 好 徐凯你这个手 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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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一 抽到万能我们就赢了 好 现在我宣布 短队冲击赛点失败 很遗憾 请回到刚刚的闪色位置 你们太努力了 太努力了 不想让你 永不放弃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长队 现在是在第八格 能不能破十啊 好 好 是三 第十一格 好 现在依旧是我们的短队 要挑战我们的赛点游戏了 这一次 是 四 出发赛点游戏 好 短队也是越挫越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短队的赛点游戏 是否可以挑战成功呢 我们先石头剪刀布看一下先后手来 来 来 我来 剪刀石头布 好 葵姓赢了 葵姓决定先后手 但是你们在决定先后手之前呢 好 你们先把你们的初始盘拿到 哇 漂亮 他们先猜 葵姓决定长队这边先猜 游戏 开始 拿黄色 拿黄色 来吧 都可以 猜他的黄色这一张是 黄色 好快啊 好游戏继续猜测错误 现在由短队来获取新的卡牌来 好 就猜标上的吧 黄色 这一张是不是 不错 黄色 猜测错误游戏继续 我们亮出刚刚那张牌 是蓝十一 现在由藏旗这边抽取一张新的卡牌 黄色 他为什么猜黄十 黄九 那个黄色九 这张黄色九 是的 猜测错误游戏继续 把你的牌亮出来 断队 后期卡牌 那不是黄十一 黄十一 最左边黄十一 黄十一好 继续猜 还是停止猜测 暂停 暂停 暂停猜测 有对方 获取一张新的卡牌 男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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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应该是黄八 黄八 黄八 距离比较大 黄八黄七都有很 都没办法 对啊 但他猜近了就会更近了 黄八 嗯 黄色八 这张 这张黄色八是不是 是的 好猜测错误游戏继续 把你的牌亮出来 蓝铃短队 蓝八 最大的猜测的 最大的是蓝八 最左边 这边这个蓝的蓝八 这张蓝八是不是 我错 回答错误 游戏继续 是一张黄九这边 扯取新的卡牌 然后咱们再算一下 那点 不可能是蓝 不是蓝 蓝九和蓝八 蓝九和蓝八 那那个就是蓝九 有可能 那又是蓝九 对 这个是蓝九是不是 回答正确 继续猜还是停止猜 好 停止猜测 Dame 和蓝九 先一团 而这边的蓝色蓝十 做谓 对这边的蓝色蓝十 好 回答错误 游戏继续 是一张蓝七 可以 先铺橙征 高蓝五又放到最后彩 先铺上前盒黄一 好 反正烈五发这种酿 黄一 对 黄一 回答错误 那就是黄四 继续 那就是零 那个就是零 哪有蓝的 那个 黄 黄 这张是黄铃 好 回答正确 继续猜测还是停止猜测 猜猜猜 等会 等会 一分六一个万能 猜猜 那个猜一波大的万能 排除一下大 对 对 那个是蓝色万能 所以这边 这一张蓝色万能 回答正确 继续猜测还是停止猜测 蓝六 这一张蓝六对不对 回答正确 继续猜测停止猜测 五三 等一下 这给我们点时间 好 这个是 六七九 我们今天黄铃才能猜测 八九 现在我们的局势是 长队还有一张没有猜出来的牌 短队是否这一次 可以猜到最后一张牌 如果是正确的这一次 我们今天再点挑战就成功了 好 黄六黄六黄六 黄六你确定吗 确定 最后确定一次 确定黄六黄六 是黄六 恭喜你们表队 周云 挑战成功了 猛猜一下你们 猛猜吗 你这个是蓝五 好 来我们倒计11分钟 猛猜一把 这边这边这个是黄色 对 这个 这个是蓝色 对 那个是我蓝黄色万能 超美 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哇 恭喜我们的短队的 不一心文韬 齐思君 他们终于挑战赛典成功 他们现在在发光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往这边看一下 角落这边穿着黄色衣服 他们的衣服在发光 可是他们的脸上好像 有一点点的黯淡 真会说话 但是成队今天的表现 真的非常的优秀 那实力真的是发挥的 非常的好 可敬的对手 我想对我们刚才的 比赛结果说一句话 就其实不是我们很弱 是因为对手很强 所以你们是可敬的对手 加油 对 文涛 这两个人是你亲手选择的队友 现在他们就会成为你强烈的 竞争对手 在商业帝国 他们会发挥成什么样子 我们拭目以待 来 开始我们的商业独角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商业独角兽的游戏道具 已经准备完毕了 看到这个场景 是不是回味到了我们的经典画面 天 要变了 要变了 还是圆满比较好 热 这是一个狼的世界 哈哈 而你是一只羊 这是一个狼的世界 而你是一头羊 天要变了 哈哈哈哈 过文涛变了 天没变 你变了 好 炫香 来版原版的天要变了好不好 天要变了 哇 哇 又那边了 商业独角兽天要变了 游戏 开始 本轮游戏为1v1v1个人战 每位玩家拥有12条地毯和30元金币 游戏开始 玩家先决定独角兽的前进方向 是向左向右还是向前 然后按投掷骰子的点数前进 最后在独角兽相邻的格子上铺上一条地毯 地毯覆盖两个格子 注意 只能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覆盖 一 两个空的游戏格子 二 一个空的游戏格与半张地毯 三 两张不同颜色的半张地毯 若独角兽停留在其他玩家的地毯上 则需按照其地毯覆盖的格子数支付租金 每个格子按一个金币计算 计算师以最上层的地毯颜色为准 若独角兽停留在空格或自家地毯上 则无需支付 所有玩家地毯铺设完毕后进行结算 金币最多的玩家获胜 若金币相同 则地毯覆盖格子数更多的玩家获胜 你可以石头剪刀布 来 先后手吧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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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由我先出 好 阿浦第一 闻到第二 石头剪刀第三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精彩的商业战争 好 现在观众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最新的商业独角兽 我们这边是第二现场 我是解说员阿凯 这边 我是解说员九章 我是观看员 很奇 有有有 独角兽也已经就位完毕 第一把摇出的诗技 是三 不是一二三不应该是头冲前吗 嗯 嗯 你不能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干人 你只 就是这样吧 对 这边 我想起来了 全部都回来了 哈哈哈哈 全部都回来了 ok 我相信来了 想起来了 来 我们下一个文涛 卸衣 我错 哎上来就要开干吗 不必吧 我来说吧 这是一个狼的世界 我甘愿当那只小绵狼 其实文涛今天的打法呀 其实跟我们上一期的那个打法有点相似 非常像 第一步不宣战 也不结盟 还是一个文润的小绵羊啊 啊 一步就看出来我的打法了 那我得变一变 我的战术 要变了 来 小棋 第一 将会选择 去向何方 你上来先互不侵犯吧 看看能不能先 小棋在第二季做了一个 刘姬的角色 看看小棋能否在这次比赛当中大赏行处 啊 他这一步该怎么选呢 他是选择开创自己的一个小地盘呢 还是 还是从中 做个一下 啊 他离阿普非常的近 我觉得阿普不会放过他的 一二三四 呦 哇 我们真的是大跨步的 在前进 那 可不 哎呦 纠结 现在文涛是想走一种边缘包围城市的概念吗 我觉得不是 是因为他的位置不太好 他没办法 运气不太好 运气不太好 小棋现在 摇了个三 你比较看好哪个选手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文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打法非常的温顺啊 我想看一下你这种温顺的打法 会不会走到最后呢 嗯 这边恩锡同学 你虽然就是在逐渐理解规则啊 但你现在看这个情况 你是觉得哪位选手比较有优势呢 一下 可以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吧 好 哈哈 我暂时感觉 这个粉色毛毯选手较为有优势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是一种感觉吧 你这一说完老齐那个毯子 就要盖到我的粉色上面 谣得不酸啊 我这一步非常的好 但是他纠结了很久 我感觉他在思考是不是选择盖 何必给敌人留起命的判断啊 上场如战场 哎 哎 哇 果然 第一步啊 第一步 一下温春的小琪拍出来了 可以 感觉他非常的开心啊 商业帝国没有朋友 哇 啊普一上来就要开始 开战 哇 厉害厉害 不愧是你啊 普昆春 我们现在就开始搞起来了 这一场战斗已经打响了 从小琪的那一盖开始 比上 往来 看着呢 果然阿卜 没有这么简单 哈哈 我们现在也 因为你要知道整个版图减小的 现在不像是 之前 咱们第二集玩的那一把 现在没有所谓的边疆地带了 哎 小琪现在在 左右文涛的思想 就传中间这一块 中间确实 是一块 肥弱的土壤 二打二尚且好说 二打一 有点不太厚道吧 哇万一某些人后面反水呢 跟你同玩 捏手 也连了他们的战场 现在要出场的是 锅锅锅的室友骑骑骑 啊 啊 他变了方形了 可能 控制我了啊 想一想 好 真正的战场上机遇往往稍顺即逝 过多的犹豫反而是给对手留下机会 哎呦 哎呦 静如脱兔的齐齐子不想 却是这 战场上最大的搅局者 动手吧 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老齐啊 哎 好事 好事啊 快点 搞快 要盖就盖吧 没关系 阿普 你要稳住啊 12 现在培兴要走两个 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阿普走到了粉色的领地 现在他需要给涛涛涛一枚金币 来 涛涛涛 谢谢老板 在下不仅赏你一枚金币 还要帮你报那一一概之仇 阿普可以决定宣战 向齐齐子宣战 好 阿普 阿普现在已经断掉了 齐齐子宣战 四块领地 危险了 下一个是老齐 那我就 能放 我就 我就盖一下老齐吧 一贯温顺的文涛 好 现在选择宣战 现在齐齐子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富贵选中球 真的厉害了 他运气很好 齐子要心一横 下个狠心 干个大事 齐子现在将自己的两块和一块 连成了五大块 好 现在阿普的 阿普不转变方向 现在投了二 其实大家都是有野心的 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暗流涌动 对 现在文涛转变了一下方向 他只要不走到一 他就 不会支付金币 他确实走到了一 给老板 现在是最大的一笔资金转换 疼啊 这个太疼了 我只能 尽可能减少我的损失 现在到小齐之甩子了 必须得给他断开啊 不然那个 是吧 给我们俩谁都不好 我也是在帮你啊 老西 好 谢谢小齐 一 小齐扔到了几 一 一 他直接冲了 他这一步 来 他转换了一下方向 就是 我不盖你的我连不上 中文涛假装就是很不情愿的盖掉了小齐的一块地 现在小齐转换了一下方向 小齐走两步 现在小七该如何选择 见到阿甫了是不是 阿甫来看一下 这一次阿甫能扔出几 涂一星用了 33.3的概率 走到了自己的领地 有有有谋啊 富贵显中求啊 这一步下去 涂一星的商业帝国 即将崛起 已经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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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六八十 十块领地 连成一大 哇 这一步 这一步真的运气非常好 而且现在涂一星是长的 经济数最高的玩家 这是先手的优势 还是扶一星的 自己的聪副过人 有有有谋吧 来 文涛 摇一个 运气非常好 很棒 完了 红 小七现在很难受 小七现在异常难受 凉了 小七感觉 场上已经没有他的地方了 现在闻到小七 小七 小七这手走到个三 小七现在没办法连上自己的地 哈 他选择盖了一块粉色一块蓝色 但这个选择是情侣之中 也是一条之中 阿普直上来直接就挣了骰子啊 挣了一个色 可以看到他也很很猛啊 直接也是选择就冲也不变方向 他要 阿普 又连了一块 大土地 他这一步只要运气 不是差了几点 我觉得 让你好看啊 三还可以啊 非常 走到自己的飞机 非常强 我觉得得 智 智晃一下 平行吧 但是他肯定要把刚刚那一圈给他 给他给他断一下 你不断那一圈的话 后面但凡走过那一圈都很危险啊 哎呦 现在就好的还是阿普 对啊 你肯定要断掉他 他现在需要支付给他们三没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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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猛 他真的是一头狼 就是一个羊的世界 他是我们的那头狼 现在该文涛 文涛是不是要改变 这个文涛 对 文涛是 哇 好清爽 笑笑 笑得比较好 现在到了我们 必须难受的小齐 好 有吗 小齐做出了一步 让我们十分诧异的一步棋 那你得摇四 那没办法 我花四块钱的代价 换你 离你的更近一些的话 四个金币 小齐现在要连一步大棋 富贵选中球 富了四块 就有可能把自己连到很多 其实现在分数差异 也不是很大 现在进入第九轮 其实场上只有三轮了吧 只剩三轮了 老板是一块一块的 哇 哇 刚才真是吓死了 好 加油 断一下吧 绝对 高一下 nice 1234 站起来了 小齐站起来了 果然小齐 落在了这里 落在了这里 现在小齐已经连上了11块0地 而且 他所有的地 都连起来了 第十一轮 这有走到一可就难受了 这有走到一可就难受了 哇 阿浦今天是运气和实力 兼具 天学地理 嗯 看一下阿浦的线索 他那个脚上面 这边我就有50%的概率要给他多少钱 9块钱 然后这个这个方向我有三分之一的概率要给他9块钱 是文涛 文涛 文涛要换方式吗 这有兄弟 one way to find out 二都是死 摇到二都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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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到一也是死 我觉得文涛这样有点冒险啊 文涛要输死一战了 摇出一 哎游戏结束 可不敢乱说话 三 可以 还好还好 运气还不是可以这样的 他需要支付给小齐哥 我觉得这个概法很重要 贝贝小齐 不要做他的骚子 小齐内部啊 只要走了三 多跳了 但凡事儿没办法像这一区的一样 太可惜了 好 现在每个人手上都只有一块毯子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到底能不能有逆风翻盘的提示 我们看一下 十二 天 天 天 又变了 翻盘了 二 二 四 六 八 现在余星要向秦军支付十个金币 我可以盖一下 可以盖一下 但是 无济于事 来 我们看一下文涛 他的最后一个毯子会如何应用 来看一下 天 不干了 好 是四 现在看一下文涛最后一个毯子将如何应用呢 现在场上最后一把是个人战的齐思军 他这一次制出的骰子是几 人在结束的时候总是冲着家的方向 我要回到自己的领地吧 好 加油 看你能不能摇出一个三 来 齐思军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齐思军 现在齐思军把自己的连起来 但是我们的游戏 也要见分小了 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我们通过一二三的顺序 来看一下各自的手里有多少金币吧 好不好 来 第一个是佩依馨 我天 文涛都拿不下了 文涛怎么这么厚 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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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赚钱都是一块 我看有吓到我 24块钱 好 福一星是24块钱 文涛 35 文涛是35 齐思军是多少 321 是的 我身边这位 已经把你算出来了是不是 算得非常准确 他已经算出了你是31 31 所以这个人他自始至终 他自己掌控了全局是吗 没有 这就夸张了 闷声发达白头 最后的结果 那最后的结果是 文涛在商业独角说这个游戏中 以35块钱获胜 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恭喜文涛 对 我们要给文涛颁发一个金条 文涛金条太多了 好 明侦探许愿金条大呼 这个金条 沉甸甸的 好 那让我们再一次恭喜文涛 成为明星大侦探第六季明侦探俱乐部的第一位前线侦探 大呼水仙 冲出了今天的Number One 有什么感受到什么 首先感谢我的队友 没有他们的团体战的英勇发挥 就不会有我们能够站在个人站的这个机会 然后最后的商业独角兽也非常精彩 最后能够胜出也是运气比较好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第三季的第一期的这个Number One 非常开心 好 那我们最后还是我们的头话吧 明侦探学院 要做就做Number One 还有谁没来 大家的素颜真的非常的好看 太不如了 真的付出了很多 每个早餐对应了不同的题 太可怕了 哎呦 哪一个粥都这么难 无云有云 打折天际天下 好感人 希望真正赢得最高级的人 可以像我一样这么做 哈哈哈哈 眼泪都快说了 我要选终极 三 二 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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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美好 时间到 是不是翻脸了 我们的热搜死 唐九州起床去 让我来 打折天际天下 你把她的牌了 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阿瓦龙第一轮车掌 你想想吃了吗 我们肯定是拿下这一局的 就先把这一轮通过 通过的人都有问题 李时凯今天有点异常 我是不同意发的 我反正不同意啊 无语无语 非常无语 这个游戏就两个阵营 快带一下队 四号是派 我是派 真派是六号 六号应该能够听出来 二次这么一个做法 真假不变的派出来 好人选不变 我是苹果派 人家派 如此言行不一致的一个 他没有给你 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比你言行不一致的人 你肯定是这个 我一直很怀疑二号的人 有二没五 有五没二 五号二号 他俩一直互踩 这个配合也是正好 因为我是肯定不会赞次的 这个人从来不信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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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